我们要在此感谢 对你们表示爱与感谢 自从今年四月总会大会以来 我一直在反复思索 名字的重要性这个主题 过去的几个月来 我们家添了好几个曾孙子女 虽然他们来得比我能算得还要快 我们都很欢迎他们加入我们家庭 每个孩子都得到了父母特别挑选的名字 其中其一生为人所知 并与其他人有所区别 每个家庭都是如此 对世上各宗教而言也是如此 主耶稣基督知道在这个后期时代 清楚地为他的教会命名有多么重要 在《教义和圣约》第115篇 他亲自为这教会命名 因为在末世 我的教会将如此称呼 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便亚敏王在摩尔门经的时代如此教导他的人民 我希望你们承受基督的名 凡与神立约的人都要终生服从 我希望你们也记住 这就是我说过要给你们的名 这名字永不被涂掉 除非因为犯罪 因此要留意 不要犯罪 使这名不致从你们心上涂掉 我们接受水的洗礼时 便承受了基督的名 我们每周领用圣餐 表明愿意承受他的名 并承诺一直记得他 则更新了洗礼的效力 我们是否明白承受神的爱子 及独生子的名 是多么大的祝福 我们是否了解此事有多重要 救主的名是天底下 世人唯一可以靠着得救的名字 各位都记得 裴道潘会长在今年四月总会大会上 谈到教会名称的重要性 他解释 我们遵照所接受到的启示 称呼我们的教会为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而不是摩尔门教会 正因为教会的全名是如此重要 所以我要呼应经文中的启示 总会会长团于1982年和2001年 信函中的指示 以及其他使徒的话 这些使徒都鼓励教会成员 要捍卫此事 并教导世人 这教会是以主耶稣基督的名 来称呼的 这就是主在末世时代 用来照呼我们的名称 他的教会将因这名称 而与其他的教会有所区别 我思考很久 救主为何要给他复兴的教会 这么长的名称 这名称似乎很长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想成 是对教会本身的描述 顿时就变得出奇地简单 明白和易懂 还有什么描述会比这几个字 表达得更直接而明确呢 每个字都意思清楚 且不可或缺 说明了这个复兴的教会 在世界宗教中 独一无二的地位 耶稣基督及教会这几个字 宣告了这是他的教会 在摩尔门经中 耶稣教导 不用我的名字称呼的 怎会是我的教会呢 因为一个用摩西的名字 称呼的教会 是摩西的教会 用某人的名字 例如摩尔门称呼的 是某人的教会 但是如果用我的名字称呼 如果建立在我的福音上 那就是我的教会 后期这两个字 说明这教会 和耶稣基督在 城市传道期间 所建立的教会 是一样的 只是在近代复兴了 我们知道 曾有离道返教 或叛教的事发生 以致他真实完整的教会 必须在我们这时代复兴 圣徒意味着 教会成员跟随基督 努力遵行他的旨意 遵守他的诫命 并且准备好 再次与他和天父同住 圣徒指的就是 那些立约跟随基督 努力使自己的生命 成为圣洁的人 救主赐给他 教会的这个名称 确切地说明了 我们的身份 和我们信仰的内涵 我们相信 耶稣基督是 全人类的救主和救赎主 他为所有愿意 悔改自己罪行的人赎罪 并打断死亡的枷锁 使人得以从死里复活 我们跟随耶稣基督 如同遍亚民王 对他人民所说的 今天我要向大家重申 希望你们记住 把他的名一直铭记在心 我们被要求要随时随地 在所有的世上 做神的证人 在某个程度上 这表示我们 必须愿意让人们知道 我们效法的对象 及我们所属的教会 及耶稣基督的教会 我们当然要用 爱的精神及见证 来做这件事 我们借着直接 清楚 而谦卑地宣告 我们是他教会的成员 来跟随救主 我们借着成为后期圣徒 也就是他后期时代的门徒 来跟随他 人们和组织 往往都会被其他人 取绰号 绰号可能是把名称 缩短简化 也可能是从某个事件 某些外观 或其他特征衍生而来 虽然绰号的地位 或重要性 与实际名称不同 但也可以适当地使用 主的教会 在古代和现代 都有绰号 信约时代的圣徒 因为公开表示 相信耶稣基督 而被称为基督徒 这个称呼 最早是反对者使用的 有贬低的意思 现在却成了一个 用来区别的称呼 我们很荣幸能被称为 是一间基督徒的教会 由于我们相信 摩尔门经 耶稣基督的 另一部约书 因此我们的成员 被称为摩尔门教徒 有人则更广泛 使用摩尔门一词 来称呼和提到 那些已经脱离本教会 组成各种 分支派别的人 这种说法 只会造成混淆 我们感谢媒体 非常节制地 使用摩尔门一词 避免让民众 将本教会 与主张多期 或其他 基本教义团体 混为一谈 我要清楚声明 所有主张多期的教派 包括自称为 基本教义摩尔门教徒 或从本教会 分裂出去的 其他教派 都与耶稣基督 后期圣徒教会 无关 摩尔门 摩尔门虽然不是 教会完整 及正确的名称 而且是早年 反对教会的人 用来迫害 我们的称呼 但只要不是 用来称呼教会 我们已经能够 接受用这个绰号 来称呼 教会成员 我们不需要停止 使用摩尔门一词 但是在适当的情况下 应该持续强调 教会本身 完整的正确名称 换句话说 我们应当避免 并劝阻 摩尔门教会 这种说法 这些年来 我在世界各地 旅行指派任务 多次被问及 是否为 摩尔门教会的成员 我的回答是 我是耶稣基督 教会的成员 由于我们 相信摩尔门经 所以有时候 我们会被称为 摩尔门教徒 摩尔门经 是以一位 古代美洲先知 既领袖的名字 来命名的 他是耶稣基督的 另一部约书 这样的回答 每次都很能被接受 事实上 还开启了许多机会 让我能说明 圆满的福音 在这后期时代 复兴的情形 弟兄姐妹们 想想看 要是我们按照 主所说 我们当做的那样 在回答时 使用教会的全民 并能产生 巨大的影响力 如果无法立即 讲出全民 至少可以说 我是耶稣基督 教会的成员 然后再补充说 我是后期圣徒 有人可能会问 像mormon.org 这类网站 以及由教会主办的 各种媒体活动 要怎么办呢 我刚才说过 通称教会成员 为摩尔门教徒 有时是适当的 就实际层面来说 教会外的人 要找我们 可以用它来搜寻 一旦打开 mormon.org 网页后 教会的正式名称 就会显示在首页上 并且会出现在 该网站的 每个页面上 期望人们 输入教会的全民 来找我们 或登入我们的网站 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虽然在实际层面上 会持续这么做 但成员们 应该尽量使用 教会的全民 我们要在家里 教会活动 及日常生活中 养成习惯 让大家清楚知道 耶稣基督 后期圣徒教会 是主所指示的名称 让人们 能认识我们 最近有一份 意见调查指出 有太多人 仍然不清楚 摩尔门教徒 就是指我们教会的成员 大部分人仍然不知道 摩尔门教徒是基督徒 即使他们读到 我们的援助之手 在世界各地 发生巨风 地震 水灾 饥药后提供原就的报道 他们还是未能把我们的人道救援工作 和教会组织联想在一起 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我们称自己是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 他们就会比较容易了解我们相信和跟随救主 如此一来 那些听到摩尔门这个名称的人 就能够联想到我们教会神所启示的名称 并联想到这些人都跟随耶稣基督 总会会长团于2001年2月23日信函中要求 就我们向全世界宣扬救主之名的责任而言 使用主所启示的教会名称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已经越来越重要了 因此 我们要求各位在提到教会时 尽可能地使用全名 回顾以往 乔治斯密会长在1948年10月的总会大会上说 弟兄姐妹们 你们离开这个会场后 可能会和世上各种不同信仰的人交移 但是要切记 全世界只有一个教会 是借由神圣御令以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名 弟兄姐妹们 愿我们今天 离开这场大会之际 也能记住这项中故 愿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见证 都能为人所知 愿我们心中长存对他的爱 我这样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在这场大会之后 希望 scri个人 教会的文章 论 在这场大会之后 稍微信价 就会发现 了我们的旅行 不关键